我们的六十四卦尚且不能深入浅出 很少有人能讲得很简单明了 包括我老师曾世强先生 其实他的很多解释还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 因为很难不太想去讲六十四卦 后面没得说再说 今年争取也把它说完 说接上一节那个权呢 我们再来聊聊一个小的话 权则利 这个三等分呢 我们最早也是有机可循的 曾世强老师先生提出来 他的在台湾以及在新加坡等等 曾经被称为增三点 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都分为天地人 一个问题上侧中侧下侧 万物泪相 遇到什么就是三 那就是一阴一阳 一个阴阳中间的嘛 很简单 我们作为人就去中间 中间不是平均分 那有的时候这个中间偏上 那叫中位数 那有的时候偏下 这个权 就是上层 我们前几个说了 我们再需要把它 完善一下 笼统一下 一说到权 好像就是男权社会 对吧 因为女人很少有站到最高位 但是这个时代 又不一样了 我们的北极星啊 它也会地球旋转的时候 它的正北方 也像陀螺一样晃啊晃 晃到了哪呢 这个北极到了 沟陈一 也就是后土娘娘 皇天后土 不是那颗地性的 所以女性当权的时代 真的 但是大的方面 还是比较隐藏的 这个离火运呢 也就算刚刚开始 当然不只是这个离火运呢 那一个星星 那要 成百双千年 那没办法 我们就男人牺牲品 在这个时代 尤其在小家庭里面 女权就凸显出了 但我们从 千万年的历史来考虑 整体还是男权 我们说男人比较形象 不好说明问题 就是男人 如果 于小家来说 他就是想当家长 为什么结婚 就想当家长 我说了算 于外面 大家呢 我当官 了解 永远是宽本位的 中国 社会 正为大 那美国就相对差一点 他们经济反而更重视 以及什么科技啊 军事 当然 到最后 也是这 他们自己 临不清而已 我们当官 是官吗 其实官 上面还有官 有的时候很黑啊 大家知道心里明快 现在怎么样 其实也就是奴隶 那他反而有的时候官家都跟他 那就对下层 对老百姓 一层压一层 他认为中国人都有奴才性格 其实上 每个人都想当皇帝 男人就有这股凶险 那该不该当 当不当得了 再说 但是 就想了 很多人都想 那你当了为什么呢 这个权 但是 你要搞清楚 权它是不离经的 它是一个表现 经是死的 那权是动的 动什么呢 动的对 这叫权 权古代这个家古文 它是一个称托的意思 它一是有分两 二是要权衡整个大局 这才叫有权 你不能乱用 那算什么权 现在人搞不懂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